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董老师 今天呀 我们继续学习综合性学习 综合性学习 难忘小学生活 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 是一一西别这个板块的第二个课室 一起来学习吧 同学们 请阅读 阅读材料 看看小作者们是怎样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 要多读一读 好 读完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篇 我为少男 少女们 歌唱 作者简介 作者是何其方 他是现代的散文家 诗人 文艺评论家 他是重庆万州人 1935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历任全国文联委员 中国作协理事和书记处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代表作者 代表作品有诗集 预言 夜歌和白天的歌等等 还有散文集 画梦录等等 那么这首诗歌 它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1938年时 何其方告别国统区黑暗压抑窒息的生活 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那里 一种与国民党统治区迥异的生活 展现在他的眼前 诗人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全心的火热的生活中 他视察着 感受着 激动着 诗人的生活变了 性格变了 世界观变了 他的诗风格也变了 他不再写那种缠绵忧伤的爱情诗了 流泄于诗人笔端的 是一种奔放快乐 积极向上的诗句 这首诗就是诗人奔放快乐 积极向上诗风的代表作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首先 我们来看看诗的主题 主题解说 这首诗啊 是以明快的思想鼓舞人 以炙热的感情感动人 以优美的语言吸引人 这首诗保持了诗人前期诗作中 想象丰富和描写生动的特点 同时呢 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在这首诗里 表现了作者对少男少女们的深刻认识 抒发了诗人热爱新事物 歌颂新生活的深厚感情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吧 一起来读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我的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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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年轻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留的地方 所有使我像草一样 颤抖过的快乐 或者好的思想 都变成声音 飞到四面八方去吧 不管它像一阵微风 或者一片阳光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施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 我又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渴望 非常有力量 有感情的一首诗歌 那么同学们 诗歌中 作者把少男少女 比做什么呢 好找到了 来说一说 对了 把少男少女啊 比做早晨 希望 未来的事情 正在生长的力量 使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使我 对于生活 我又充满了梦想 看同学们 在这里 做的这个比喻啊 非常的提起 第二题 作者写了少男少女的什么特点呀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好 文中告诉我们了 很好 那就是 他们充满青春的活力 代表着祖国的未来 与希望的这个特点 看到他们 就看到了活力 看到他们 就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以及祖国的希望 那么这首诗 有什么艺术特色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说得很好 首先 他形象鲜明 最富的特征 他的语言 非常生动 激情 生动 他的节奏明快 讲究压韵 读起来朗朗上口 他层次清晰 节节 深入 就引着我们 往下读 往下走 激情 越来 越高昂 这位同学说 我为少男少女们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这首诗歌 写出了诗人 何其方 对年轻一代的赞美 和向往 的确如此 因为年轻一代 就是希望 就是未来 这位同学说 读了这首诗歌 我觉得 我们更应 珍惜着 美好时光 奋发 向上 说得太好了 补充阅读 这里 也有一篇文章 写的是 宋恩诗 同样也包含着 深情 我们来读一读 送您 一束鲜花 表达我们 对您的敬意 送您 一束动听的歌曲 给您带来 一丝甜蜜 老师 您 辛苦了 是您 带我们 走过风雨 是您 用知识的营养 将我们 补育 却从来 不求回报 与索取 是您 给我们解答 一道道 一道道难题 是您 告诉我们 遇到困难时 不要轻易 说放弃 从此 我们的生命中 随时 随时充满了 欢喜 少了许多烦恼 增添了 一份 坚毅 又是一个 收获的秋季 您 仍紧握 手中的 彩色的画笔 描绘 描绘着 美好的蓝图 滋润着 祖国的 桃李 深夜里 您还在 认真的 备课 睡梦中 您仍回味着 我们成功的 喜悦 我们是春天里 盛开的鲜花 是您 给我们 奏出 美妙的旋律 您是 辛勤的园丁 我们会 牢记您的 尊尊教会 走好生命中的 每一步 有爱 健美 求时 进取 包含深情的 一首诗歌 包含着 对恩师的赞颂 感恩之情 读来 让人觉得 心潮澎湃 实践建议 同学们 诗歌呀 最能表达情感 所以 在毕业联欢会上 我们可以开展 诗歌的朗诵活动 将喜欢的诗歌 整理 装定成册 同学们 平时 很多同学 都喜欢 诗歌 这种文学形式 可以是读别人的诗歌 摘抄下来 背诵下来 也可以尝试着自己 去写诗歌 其实 它并不难 只要是你真情实感的流露 只要是 有通顺的 比较精彩的语言 就可以写手 很好的诗歌 那么 把别人的诗歌 或者是自己的诗歌 整理成册 这也是成长的 一份纪念呀 同学们 来看这句话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在于积累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同学们 这是一篇演讲稿 这是华罗庚 在1956年 北京大学的演讲 演讲稿的观点鲜明 感情真挚 语言通俗易懂 以亲身经历 说明了坚持和积累的重要性 充满了对深深学子的关爱和期待 同学们 想要更加深刻的了解这篇演讲稿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华罗庚这个人 华罗庚 他仅有初中的学历 但他的一生 却发表了数学研究论文 200余篇 专注和科普性著作 数十种 为我国数学科学的发展和普及 这个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人们说他是数学天才 然而 华罗庚自己却认为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出于积累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阅读这篇演讲稿 理清思路 我们来理清思路吧 首先 第一段 是举例说明 某些人失败的原因 第二段 是总结科学家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四五自然段 是以我的亲身实践 说明坚持和积累的重要性 这样一篇演讲稿 层层梳理的非常的清楚 让人觉得非常好理解 也能产生共鸣 坚持和积累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说说你对华罗庚的认识吧 很多人就知道 他是数学天才 我们对他的认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勤奋努力 热爱学习 大家想一想 他仅仅只有初衷的文凭 却发表了那么多的论著 说明他是多么的勤奋和努力 多么的热爱学习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在于积累 是一篇演讲稿 说的对 这是这位同学了解到的内容 这篇演讲稿 讲了一个人 只有经过勤奋学习 刻苦努力 有了知识 经验等各方面的丰富积累 才能使自己变得更聪明 更有才智 才能获得成功 同学们 这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一个人 之所以觉得他聪明 他背后的努力 是我们看不到的 为什么我们觉得 他特别的聪明 是天才呢 那是因为他下足了功夫 他下足了功夫 他的勤奋 他的努力 他的好学 可能是常人的几倍 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呀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画罗庚的名言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 唯有学习 不断的学习 勤奋的学习 有创造性的学习 有创造性的学习 才能越崇山 跨峻岭 同学们请看 我们也知道 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但是画罗庚理解的更为深刻 他说应该是不断的学习 勤奋的学习 有创造性的学习 既要学 还要学得好 学得有技巧 还要有连贯性 不断的学习 意思告诉我们 勤奋和积累的重要性 以及对时间的珍视 时间是由分秒 积成的 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 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们特别适用 因为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你去挤它总是有的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每天太忙了 可是那些闲暇的 空暇的时间 还是能够找到的 不是说有一位外国的妈妈 在带孩子的同时 做饭的同时 自学了五门外语吗 她就是利用 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 她的做法 和画罗庚说的完全一致 我们现代人 也讲究利用碎片时间 是啊 零零碎碎的碎片时间 利用起来 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 你知道 还有谁 也像画罗庚一样的 热爱学习 坚持积累吗 你的脑海中想到的是谁呢 有没有想到这样几个人 囊嬴硬血的故事 悬梁刺骨 还有凿碎戒光的故事 哦 对 都想起来了 囊嬴 说的是 近代时 车印从小好学不倦 但因家境贫困 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为了维持温饱 没有多余的钱 买灯油 供他晚上读书 为此他只能利用白天这个时间 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 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 忽然见许多萤火虫 在低空中飞舞 一闪一闪的光点 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 如果把许多萤火虫 集中在一起 不就成为一盏灯 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 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 再扎住袋口 把它吊起来 虽然不怎么明亮 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 从此只要有萤火虫 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 由于他勤学苦练 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非常的勤奋 好学的一个例子 那么应血呢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是近代的孙康 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 刚才呀 车印是利用萤火虫的光亮看书 而孙康呢 就利用下雪的时候 那个地面反射月光的那个亮度来看书 由于没钱买灯油 晚上不能看书 只能早早睡觉 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泡掉 非常可惜 一天半夜 他从睡梦中醒来 把头侧向窗户时 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 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 可以利用他来看书 于是他倦意顿诗 立即穿好衣服 取出书籍 来到屋外 宽阔的大地上 映出的雪光 比屋里要亮多了 同学们想一想 天寒地冻 读书 有亮光了倒是好 可是寒冷呢 孙康不顾寒冷 立即看起书来 手脚冻僵了 就起身跑一跑 同时搓搓手指 此后 每逢有雪的晚上 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 字字不倦地读书 这种苦学的精神 促使他的学识 突飞猛进 成为宝学之士 后来呢 他就当了一个大官 同学们 这样两个人物 他们都有共同点 就是特别的勤奋 好学 能够创造性的学习 家境平寒 没钱买灯油 可是利用萤火虫的光亮 和雪地反射的光亮来读书 都是晚上读书 特别令人感动 那么同学们 说到了演讲 要注意 以下的这些要求和技巧 他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与技巧呢 演讲时 这个姿势要放松 人在台上 不自觉的会显得有一些 矜持和拘谨 不要紧 要给自己以自信 自他越放松 其实越自然 二 演讲时的脸部表情 泰然自若 当然了 自然的表情 是最有亲和力的 如果演讲 讲到了高潮处 也可以通过表情 来配合着语气 语调 来传递信息 传递情感 也是可以的 三 声音清晰 流畅 响亮 当然 这和个人的音质有关 如果你声音红亮 而且吐字 有非常的清晰流畅 那么就会为你的演讲加分 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感人 能够感染别人的效果 四 讲究声音的轻重缓急 节奏 因为演讲不同于朗诵和朗读 所以它需要有声音的变化 轻重缓急的变化 节奏的变化 感情停顿等等 五 上台要情绪饱满 充满自信 步伐稳健自然 目光环视全场 有一种在台上环视全场的感觉 要非常自信的 非常泰然自若的 非常自然的表来 非常自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激昂之处 可以配上自己的表情 动作 手势 一些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 甚至还可以配上音乐 这些方式都有助于情感的表达 希望同学们 今天学习了这些基本的要求 与技巧之后呢 以后在公共场合演讲 都能精彩绝论 好同学们 今天呀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好下课